過幾次因爲流浪狗向 鴻海過代民來歸來為了流浪狗 來清明的賈紅秋老鼠 他在過身後他流下來的狗子都沒有人照顧 這陣子都每天有在報道 現在有哪有動物保護團體發起了一項人物 就是沒了一百塊的志願 去他的狗子庭中四十多隻 破壁破得很嚴重的狗子 透過當地的客運運送的方式 送到這個中部的這個動物便宜去照顧 剛做今晚休憲老大 準備要上高的住車 因為這麼高的不是 冷到重杯就是受重燒 沒事了 沒事了 不怕了 你看你其實很驚人 就是要配麵包 你也是 不要怕了 愛到人家吃紅秋因為三年花錢 在鴻海公司門前落貴 向鴻海當事長過代民請兵 希望過代民換款給流浪狗 他們去多關心 第一 因為拔倒貴心了後 兩百多隻流浪狗 沒人照顧 動部團體發起手機的行動 不只好到 我女士這一次的國家動員 九百名的一天 將四十多隻 黏便的狗子送到台中正行人頭救抵 他皮膚病是很嚴重 他們幾乎全身都是脫毛的 那邊大部分就是因為都沒有結紮 所以很多狗都是一直一再的繁殖 然後皮膚病就是相當的嚴重 這些狗子都因為腰胸過身體出現 營養不良的情形 另外 加上當季 在當時的環境都黏著皮膚杯 這些四十多隻狗子就要花半年時間才能夠好 不過這樣可以找到很洋人也是一個問題 四十多隻幸運的狗子現在在地獄國 不過 台北狗長來 還有一百多隻狗子 暫時沒有所在台灣 台北狗人府都要求說 他的狗狗是向他修練的調査 管政府沒法度主動介入 不過只要黨部團體拿出請求 他們會讓他們協助 如果說這 黨部團體沒有議員接受 將安排這回流浪告 進入北關使用所 記者綜合報道